北京时间10月21日,洛杉矶湖人主场迎战休斯顿火箭,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,结果却在群欧中匆忙结束。 在距离比赛还剩4分多钟结束的时候,湖人和火箭球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,先是英格拉姆诺吞哈登,然后龙多和保罗爆发更激烈冲突,保罗用手指出向龙多的脸,而龙多也不是好远的主,直接就一套组合拳招呼上保罗。 而且,已经被拉到旁边的英格拉姆也赶来加入了斗欧,更是一圈狠狠集中保罗,不管保罗和龙多正面有多大冲突,英格拉姆从侧面攻击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,相信连忙接下来的也会给予三人相应的惩罚。 本来一场要点大战,结果斗欧却成为了球迷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,还有些人看热闹不显示大,例如此前在乎人效力的阿泰斯特,在场边观战的他直接跟机制讨论起了打架细节,这左勾拳两不得,那又是一记上勾拳吗? 作为当年奥本山宫打架事件的制造者,看到打架阿泰斯特还是那么兴奋,虽然NBA的冲突不少,但像今天这样真枪实弹,干的确实很久没有见过了。 此外,还有开拓者球星利拉德,谈到这次斗欧时的言论,也引起了球迷的巨大热议,赛后有球迷问利拉德谁赢得了这场拳击比赛,利拉德回应道, 我谈到看的球场上打架,但这种事情发生时,你会发现谁才是真兄弟,我们不知道利拉德这句话在指谁,但有的球迷就不满,我认为利拉德就是在暗访詹姆斯,并在利拉德的推特下回应道, 你想看到张姆斯像孩子一样对其他人挥拳后遭到禁赛吗? 相比于龙多,他离保罗更近,而且你也看到裁判把龙多拉开了,所以他去拉保罗没有问题,而且他是最有可能让保罗冷静下来的人。 所以你闭嘴巴,事实上,冲突发生时,张姆斯一直护着保罗,也确实因为他距离保罗更近,而且龙多当时已经被裁判抱住,所以张姆斯拉开保罗没有问题,况且保罗作为势力的一方也确实需要安慰。 对于在冲突中的表现,张姆斯自己表示,他只是想让大家冷静下来,继续打球,客观来讲,一边是自己的队友,一边是自己多年的兄弟。 不管张姆斯怎么做,可能都会引起争议,但抱着平息冲突的态度,张姆斯的表现却没有错,大家觉得呢?